香港網友今天發起了全程的三罷抗爭 要罷工 罷課和罷市 不過情況非常的嚴重失控 有一名交通警察在毫無預警之下 向一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 近距離了開槍 而且是一連三發子彈 當場是制服兩個人 不過現場情況是非常的混亂 重傷的示威者年僅21歲 目前還沒有脫離險境 你幫幫這麼明智的人 不可以不要緊張 民眾對著警方狂罵 因為11號早上 香港西灣河街道由港警 再度對民眾近距離實彈開槍 他蒙槍啊 他蒙槍啊 喂喂喂 畫面中一名身穿黃背心的警員 突然轉身 拔槍對準一名白外套男子 緊接著兩人發聲拉扯 一名黑衣男子上前 警員直接朝他的腹部開槍 黑衣男當場倒地 隨後畫面左方 另一名黑衣男子重上前 又被戀開兩槍 地下有血 中槍的男人看落一度失去意識 防暴警察到場職員 拉扯檢查中丹的男子 有女性民眾向前理論 但被狠摔在地 再用胡椒碰霧攻擊 過程中中槍黑衣人 試圖帶傷逃跑 但還是被壓制 中槍的男人21歲 又腎痛又肝被子彈割傷 押破肝門靜默 受傷的黑衣人搶救後 生命垂危中 但明明黑衣人手無寸鐵 港警為何開槍 更沒有鮮明空示警令人起疑 曾經用散彈長槍指向示威者 在中國爆猴的光頭警長劉澤基 卻在微博發文說 這才是國際標準 但另外一頭在泉灣 有警察騎著重型機車 重向示威人群 而且沒撞到還繞回來 繼續追撞 撞到人之後竟然還加速逃逸 多次失控行為 已經將警民對立 升到最高點 冬山新聞綜合報導 有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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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